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16集 500年前的交易 一觉睡到天亮 许其安骑上了小母马 来到了大耕人衙门 他静止去了暗毒库 来到丙字号暗毒库 吩咐管理暗毒库的库员 取一切与佛门相关的暗毒 顺便再来一杯茶 佛门相关的资料 浩如烟海 叠在桌上比人还高 许其安做过筛选后 排除了一些奇人异事 以及传说 重点关注九州地理制 和西域地理制 等地域相关的书籍 大概一个时辰后 他有了自己想要的收获 果然 论占地面积 佛门在九州排第一 整个西域佛国遍地 而西域的江土 是大凤的两倍 北方的三倍 东北的三至五倍 当然西域地广仁西 不是肥沃之地 然后如果加上南疆十万大山的疆域 也就是元万妖国的疆土 佛门的江山就太恐怖了 接着 他让丽元奉上笔墨纸宴 在一张宣纸上开始写下 桑坡 国教 灭佛等字眼 他想起了金莲道长 与他说过的一段历史 关于那位开国皇帝的历史 当年为了推翻腐朽的中原王朝 大奉的开国皇帝 曾经向东北乌神教借兵 代价是奉乌神教为国教 根据西域地理志中记载 佛门也是国教 以我和怀庆公主查出来的信息判断 四百年前 佛门在中原遍地开花 分明也是要成为国教的趋势 只是当年的儒家政处在 恕我直言在座各位都是垃圾的 巅峰阶段 直接推动灭佛 佛门愣是没有过激反应 退出了中原 我这里有两个猜测 一 儒家当年确实强大到了无法无天 二 佛门不敢直接和大奉翻脸 因为还要倚仗大奉封业神书 如果儒家还没有衰弱 以儒家和思天剑的强大 大奉国力无疑是九州之罪 许清安以契机粉碎之章 离开了暗毒库 转头进了好气楼 得到通船后 他登上七楼 插势力不见魏渊的身影 他习惯性的看向撂望台 果然看见了魏渊 两鬓斑白的大宦官披头散发 穿着一件青袍 卧在躺椅上小气悠闲的晒着太阳 大宦官笑道 昨晚有没有跪 脚都没有抖一下 许清安不屑的说道 过来捏捏头 魏渊招手 许清安先看了一下 确认南宫欠柔不在 放心的上前 宛如托尼老师附身 给魏渊按摩头部穴尾 嗯 桑破风印雾脱困 怎么说 都是大宦的失职 佛门高僧闹闹脾气罢了 不必在意 他以为我是担心昨天的事儿了 魏公啊 你以为我在第一层 其实我在第十八层 我不但知道昨天有菩萨出手 我还知道神书和尚的下落 许清安 赶脆利落地问道 魏公 大宦为什么要帮助佛门 封印邪物啊 时至今日 他已经是魏渊的心腹 很多不能外传的秘密 可以敞开来说 魏渊微微一正 嗯 你是不是 查出什么了 当初查桑破案的时候 我偶尔间发现了一段历史 五百年前 太子在桑破游玩 不慎落水 而获得了异症 不久于人世 五百年前 五宗皇帝夺位 五百年前 西域佛门忽然在中原 传教 一百年间 佛茶遍地开花 直到一百年后 儒家推动灭佛 桑破底下的阵法 刻有佛文 我根据蛛丝马迹推测 那邪物 也是五百年前封印的吧 魏渊沉吟许久 缓缓点头 嗯 不错 桑破底下的封印物 源于佛门 与五宗皇帝的一桩交易 当年五宗皇帝 文桃武略 麾下精兵良将无数 但想夺位称帝 有一个阻碍 是他永远都绕不开的 而那个阻碍 甚至可能让他的雄徒霸业 燕消云散 许青安脑海里浮现一个人物 初代监政 四天剑的初代监政 术士体系的一品高手 有监政在 只要大奉国做未决 那么 谁都动摇不了地位 面对这么一尊强大无比 又无法绕开的阻碍 五宗皇帝选择了 与西域佛门合作 那一次 是西域佛门和大奉 结盟的开端 佛门帮五宗皇帝 杀死初代监政 五宗皇帝 则要同意 佛门在中原传教 以及替佛门封印邪物 监政的老皮肤 坐视桑坡被诈 冷眼旁观 已经算是毁约了 卧槽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就说呀 五宗皇帝夺位成功 那初代监政干嘛去了 当年的夺位之争里 有佛门参与 佛门是有佛陀 这位超越品级的存在的 干掉一位数世巅峰的监政 这是合情合理 等一下 那当代老监政 在里边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想到这里 许秦安微微发抖 有些后悔来问魏冤了 那 监政 他 他为什么要做事 邪无脱困 犹豫了很久 许秦安还是问出了这个疑惑 因为这个问题 极大可能涉及到自己 监政知道万妖国余孽的谋划 偏偏选择冷眼旁观 监政知道万妖国余孽 把神书和尚的断臂 寄宿在我身上 偏偏选择冷眼旁观 甚至还暗中帮助我 监政到底有什么目的 他在谋划什么呢 他不怕佛陀挥舞着大佛根 找上门来疯狂的输出吗 魏冤赫赫一笑 谁知道呢 他眯着眼 享受着心腹银罗的服饰 今日早朝 杜鄂大师上殿了 他提出要与监政论道斗法 堵住 使天机盆和金刚经 希望陛下同意 陛下派人询问了四天剑 监政同意了 午后就会发黄榜 昭告全京城 有热闹可以看了 不知道为什么 许亲爱心里忽然一沉 有种挤背发凉的感觉 小心翼翼地问道 怎么到啊 微月摇摇头 今日便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大家认诫